朋友鳥姐 我想 PRACEDURE的話 我大概只能跟你講 一個大概啦 或是說一個觀念這樣子 事實上你大概不可能 聽我講完以後 你走出這個門以後 就會按FORing 就會按NG 這個大概都要實際PRAD intelligence 那上一屆的INTEN 我剛企劃室有跟我說 他們希望說 我們事實上只有實際操作抽血 等一下的話 會有大概50分鐘的時間 是讓各位分成小組 自己去互相幫對方抽血 那如果上一屆是希望說 除了抽血以外 IV 按IV的話 也希望說能夠這樣Platice 我是覺得這個觀念蠻好的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精神一樣 你要自己被按過 你才知道那多痛 然後你才知道 當你沒有按上Ruture的時候 那種感覺多不舒服 如果是在你身上的話 這樣才不會 因為我們以前 因為你按在病人身上 你不會痛 我們有那種很堅強的那種同學 就是按了四五針還不放棄 病人已經哀哀叫了 就像你看電視上大醫院小醫師那個一樣 病人看到英藤來馬上躲起來 就是對呀 所以我想Platice 或是說你做什麼的時候 大概比如說按IV 我想如果我一般的 是建議不要超過三次啦 你一開始一定經驗比較不好 所以大概很容易 有些很大條的都會被你弄壞掉 抽破掉Ruture 那種一包這樣子 像我自己個人的經驗 我每年的體檢 有一次去抽血 也沒有跟他講 我是醫師的身份這樣子 所以他們就派個護身幫我抽 我血管很粗耶 他竟然幫我抽Ruture了 當時實在很想修理 那種感覺你會覺得 這麼粗的你還給我抽Ruture 抽血還給我抽Ruture 而且很痛 各位如果自己被抽抽看 你就知道 所以我想 不過今年大概沒辦法啦 因為我們 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各位的話是不是願意這樣子啦 就是說 第一個的話 醫院大概要提供 每個人一支Locker這樣子 然後要各位願意 對方互相給人家On這樣子 不是抽血 抽血一般大概還好 On-Locker的話大概 就沒那麼簡單 有時候大概你前幾次都會被渣得哇哇叫這樣子 第二個的話 這個時間大概會耗費的比較長 所以我們大概原來的課程 大概沒辦法再排這個On-Locker這個 On-IV這個課程下去 那如果各位覺得有需要的話 可能可以跟 等一下跟後面那個企劃室的小姐 是不是今年多安排一堂課 或是說明年的時候改進這樣子 就是你們隨地互相On-Locker這樣子 不過這也要音樂提供一個人一支Locker這樣子 一支IV class 所以我今年大概還是先用口頭講的啦 事實上On-IV的話沒那麼困難啦 大概後...比較困難的是 反而是比較後面 所以事實上我現在已經忘了吧 當初IV是誰幫我...是教我On的 我忘了 但是NG啦或是CVP啦 那些我都還記得是誰教我On的 Foli我也記得誰是誰幫我... 誰教我On的我都還記得 所以On-IV沒那麼難啦 但是記得Platice的時候 病年如果三針按不上就不要再try了 因為病年也是蠻可憐的 他生病了還要來這裡接受折磨這樣子 那所以的話我今天的話 我想我的重點的話反而是 各位有花講義嘛對不對 有沒有 有拿到講義嗎 我覺得我第一頁是最重要的啦 我特別把那一句話抄起來 我是覺得 各位如果有看電影那個...什麼... 心靈雞湯是不是 他...什麼... 他要什麼... 心靈什麼... 心靈點滴啦 心靈雞湯是李登輝說的 心靈... 他裡面...你如果有注意到 他裡面有內科醫師幫他們上課的第一堂課 他講的那一句話就是這一句 我想...這個也不是他講的啦 這個是跟你們醫師四詞 講的人是同一個人 是西伯克拉底講的 我想...對一個病人 我想你...不只今天 或是以後你一輩子 我想今天這一句話 我希望能夠送給各位 然後伴隨各位一輩子 我...那這句話就是說 當你治療一個病人的時候 第一點...希望你能夠幫助他 萬一你不能幫助他的話呢 第二點...不要去傷害他 事實上我覺得這蠻重要的 我們在執行醫療的過程的時候 常常會碰到有些你能力不及的地方 或是你沒辦法處理這個計時的時候 這時候你大概盡量幫助他 萬一你真的...這個病到目前為止就是沒得救的 或是說...你的能力有所不及的時候 記得不要去傷害他 我想這個是第一點我要講的 那...所以的話也就是說 等一下我會有一些procedure的那些... 你剛剛看到那些片子 都是產生complication的啦 當然不一定是intern做的啦 很多是住院醫師做的啦 但是...intern還是有機會 所以要跟各位講不要去傷害病人 那第二個觀念要跟各位講的就是說 你要先愛自己才有辦法愛別人 我的意思是說 執行procedure的時候 除了注意...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啦 尤其你在抽血 你在按什麼的時候 那個針都是很尖銳的 不要... 辛辛苦苦唸了七年 然後因為被病人扎到 感染到什麼的計時 心情就很不好了 搞不好對你的身體也是會有所影響 所以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健康 自己的安全 然後呢 你要先愛自己嘛 自己的健康過得了以後 才有辦法去醫病人這樣子 所以我們開始了 言歸症狀第一個 病房percedure的話 我第一個的話是 on IV-lock嘛對不對 on IV-lock的話 各位可以看那個講義啦 不過大概你現在不用看 那也沒關係啦 因為那個秘密沒辦法治那麼多 只是說 萬一你還是聽不懂或是 因為事實上我們以前也沒有這個東西啦 以前沒有這堂課 那... 反正到了病房以後就是會有 主委醫師會有學長教你 我們都是用師徒制的 那萬一老師教錯 大概就一路錯下去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覺得 你如果覺得那個老師教你怪怪的 你可以自己看一下 看一下講義這樣子 比較不會一直錯下去 那on IV-lock的話 我想上面講義有寫 大概的話你... 先拿到CAS嘛 那CAS的話喔 它事實上是有一個內窍 那邊有一個隙子 然後有一個外窍 外邊的隙子 然後呢 裡面那個是金屬的嘛 那外面的是塑膠的 有沒有人看過CAS? 看過?都沒看過? 沒關係啦 反正你到病房就會看到了 那一般的話的話就是 你要找到一個比較粗的血管 然後呢 當然tonic要綁起來 一起按進去以後呢 當你扎到了以後會有回血啦 所以在你那個CAS的上端 你會看到有血 回血出來 回血出來以後就表示你按上去了 按上去呢 你再把那個外窍推進去 推進去以後呢 就可以把裡面那根 金屬拿出來 這樣就結束了 那事實上這種東西真的是 你要實際去做 才有辦法知道啦 我這樣跟你講的話 可能你會蠻模糊的 但是沒有關係啦 我們知道 大概的過程是這樣就可以的 你大概要臨床上喔 實際就像你剛剛等一下抽血一樣 講起來很簡單啦 就針拿起來 然後看到血管扎進去 回抽就結束了 可是等一下你們50分鐘 花在那邊你就會發現 那個知道是一回事 實際做又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可能都要Platice啦 大概事實上你 按IV大概只要一個月 大概就會很熟悉了 你不用去 不用去擔那個心啦 或是說 怕這個Pershidio 你會因此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不會的啦 各位絕對不用擔這個心 因為我們 看過那麼多英騰 而且我們自己也當過英騰 大概這個不是一個大問題啦 那反而就是說你要注意啦 那個針都很尖銳 注意不要那個回套 這邊可能要跟各位講說 回套千萬不要回套 因為我們每年大概 大概都有一半的 一半的英騰到最後多多少少會被砸到 我想盡量能夠減少還是減少 那最容易被砸到的原因就是回套 因為回套的時候 你又想要奇怪回套為什麼會砸到 因為有時候你方向不對 套進去的時候針是斜的 這樣就會戳出去 而且那個很快就戳 很快就戳出去 因為那個很尖銳 所以他一下子就穿過塑膠的那個套了 所以不要回套啦 戳血啦或是按IV啦 按完以後或是戳完血以後 千萬不要回套回去 那我不知道現在病患 還有沒有乾杯啦 我覺得還是要備一個乾杯 你就直接丟到乾杯裡面去好了 不要回套 回套真的很危險 那另外我自己的經驗的話就是說 我以前的經驗還有就是說 Push IV 我就不知道Push IV 現在檢討完到底是誰要Push Maybe你們還是有Push到的機會的話 Push完也不要回套 以前我又一次就是Push完回套 就戳出去了 戳破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那個小姐戳完藥以後 他那個針跟那個套子是不同Size的 他可能是套子找不到了 就拿一個小號的Size給他勉強套上去 結果一戳就戳出去了 你當然會很不爽啊 所以不要回套 我想是最重要的 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要注意他的一些Complication 那剛剛說On IV的Complication 我想大概都知道啦 就是說你要消毒要先消毒好 然後呢 如果他有Bedding Tentancy的病例的話 要注意會不會產生Hematoma 那比較常見的就是Localize 會造成一些那個Information 化验 大概是這樣子 那 按IV大概還 實際做大概就知道啦 抽血等一下會教 那抽Bragas 抽Bragas的話 應該一般都是醫師會去抽 大概護士小姐不會幫你抽 所以我這裡會講 Bragas 抽Bragas的話 一般選擇的地方是選擇Radio Atree 鎖的外側 外側這一條Radio Atree 因為這個地方最平穩 然後最容易找到 最靠近表面 最好抽 那抽這邊的話 另外有一個好處是 萬一這邊抽壞掉Rutio了 你可以往上再抽 你如果先抽這邊 這邊Rutio腫起來以後 這邊血液循環就不好了 可能你就沒辦法 所以你要從眼端 從眼端抽上來啦 不要一下子就抽這邊 這邊事實上沒那麼好抽啦 靜脈也許這邊比較好抽 那Pragas的話 一般的話還是從這邊 Radio Atree 那 我想各位可能都聽過 有一個叫Alan's Test 因為我們知道你手掌的話 有兩個Blast Pragas 一邊是Radio Atree這邊過來 一邊是Una Atree這邊過來的 大部分的人都有兩個循環 所以萬一你這邊 抽壞掉了腫起來了 Hematoma把血管塞住了 壓迫住了 另外Una Atree的血液循環 應該還夠用 所以一般的話 不會產生有問題 但是就是怕有些血液循環不好的病人 或是他天生就只有單車的循環 一般的生命 都用拉伯拉公 然後你看他周邊循環就比較不好 DM之類的 你如果這種病人的話 也許你要先做一個Alan's Test 所謂Alan's Test是怎麼做 就是你把兩邊都壓起來 Radio Atree跟Una Atree都壓起來 壓起來以後呢 等到他 你會看他手掌會變Syanosis Syanosis以後 你把Una Atree這邊換掉 那如果一般應該很快 大概一兩分鐘很迅速就會回洪 水溢就會回沖 Syanosis就解除 那就表示Una Atree這邊的話 Surprise是有的而且是好的 這時候你抽列掉A Atree大概就不會有問題 大概是這樣子 那如果這邊抽不到呢 其實你 到後來的話會很懶惰 每個都亂胖 都胖飛沫阿 Atree 我們很喜歡胖飛沫阿 Atree 這邊的話 如果真的真的找不到 因為有些的話 你會發現一些腫瘤科的啦 或是年紀大的啦 有時候這邊真的胖不到 或是被你胖壞掉了 這邊也壞掉了 有時候你會胖飛沫阿 Atree 那飛沫阿 Atree的話 胖的話 你就要小心 因為這種病人 尤其是腫瘤科的病人 或是洗腎的 洗腎的病人 反正就是 會有Breathing Tendency的這種病人 你抽這邊的 胖這邊我們以前 發生過不少次 胖這邊Ratio Ratio以後 它在裡面止血 反而不好止 你在這邊 很好止 因為它在很周邊 你completion很容易 completion 你如果是飛沫阿 Atree 有時候 它一腫起來以後 你根本completion不住 那一直腫的話 會造成什麼 會造成那個 compartement syndrome 就是這 整個下肢的話 sionosis 然後甚至的gangguine change 就是要趕快請外科 把它切開 讓它Plegio Relief 要不然會有問題 那通常疫苗都很差 因為這種病人 會不一定Tendency 不是Euremia 就是Oncology的病人 手摸Cytopenia 做Chemocytopenia 做Chemocytopenia 皮之後的 大概身體都已經很Week了 再給你這樣一搞 一定會完蛋 所以 胖的話 像這種的話 除了Infection 是一個Side Effect以外 你要特別小心 不要那個 如果胖不到就算了 請住院醫師來幫你胖 你不要 一直扎一直扎 扎了十幾針 後來就Hematoma 一個Hematoma 就在那邊 就壓迫那個血液循環了 大概Pamboagas 是這樣 那技巧的話 我想上面有寫 事實上 你可以垂直 它上面是寫60度 事實上 我想角度不是很重要 因為像我自己的經驗 我都是垂直這樣下去 你只要摸得到 這個Pamboagas要三消 三消以後 我建議你戴手套 一般的話 他們大部分 戴無菌手套 因為你要 三消完以後 要用另外一隻手 你要先摸到Path 你要摸到Path的地方 才砸下去 你大概看不到 它不像便一樣 你可以在表面看得到 看不到 Lady Archie 動脈你看不到 看不到怎麼辦 你要用摸的 所以呢 你會發現很多學長 或是他們大概都很 就是三消 然後這一邊 這邊手指頭也自己三消 然後就這樣按著 按著 有Path的地方 然後兩段都有Path 你就從中間這樣扎進去 通常你如果是扎到Archie的話 它那個壓力很高 所以馬上這樣就湧上來 你也不用回抽啦 Pambo Agas 那個不用回抽 它自己會湧上來這樣子 那 我建議 我建議你不用省這個錢啦 還是三消完以後 你就戴無菌手套 戴無菌手套呢 然後再去壓 你不要這邊自己的手也三消 然後這樣去壓 因為這樣你會很容易 病人的血噴出來 會沾到你的手指頭 手指頭如果沒傷口就沒事啦 如果有傷口的話呢 就容易被病人 不知道它是什麼病毒 我們現在一大堆 那種什麼A子的啦 肝炎的啦 對不對 所以我想你不用省這筆錢啦 而且感覺比較好 沾了病人的血以後再去洗手 我想感覺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建議說 如果有這種情況下的話 你不用省那筆錢啦 你就戴個無菌手套 然後呢 怕死摸到以後呢 兩隻手指頭 各摸到 因為動脈通常都還蠻直的啦 所以你兩端固定以後 就是朝中間那邊 扎下去這樣子 一般都扎得到啦 大概你也要實際做啦 所以我想這個都是要實際在 有那個 有學長教你的話 那你實際做幾次 你大概就會了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在做這些procedure的時候 要注意 病人如果是很躁動的啦 或是不合作的 要請人或是請小姐或是請家屬 幫他把他的手按好 我們以前還有發生過就是說 那種什麼 一般他抽血的時候 他突然 因為他本來就看血史 不是很顆粒嗎 也不會很合作 你抽血抽到一半 他就手這樣一飛 那個針就飛出來了 那真的會 所以你看一下 如果不合作的 看血史不好的 記得那個手要給他固定住 你再去抽 你不要很乖乖的就去 然後抽到一半 他就痛了 他就給你亂甩 他就整個盤子都飛起來 那個也常常發生過的 所以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好的度過這一年這樣子 也是算是新鮮的 這樣就跟你入大學第一年 你會留下很多回憶 不過希望是美好的回憶這樣子 那第三個的話 那第三個的話 剛剛抽過按RV 然後抽過阿嘎斯 第三個的話 可能大家會蠻常做的 就是按NG 按NG的話 一般的話 是希望 他有個訣竅 按NG的話 一般是 病人如果可以做的話 是坐著 坐著的姿勢會比較好按 然後呢 頭稍微 Flexion一點 但是不用彎得很厲害 彎得很厲害 你也很難按 重點的話 重點的話 大概進去 大概都沒問題 進去鼻腔大概都沒問題 重點是怎麼樣 進到時道 一般比較容易 跑錯位置的 就是跑到嘴巴 然後跑到氣管 這樣子 那怎樣避免這個的話 有個訣竅 就是你先進到鼻腔以後 然後就開始 叫病臉吞口水 因為他吞口水的時候 Vocal Cone 4P就會關起來 就像你在吃東西的時候一樣 你的Vocal Cone 自然反應的話 Epigotis就會關起來 這時候NG呢 就不會跑到氣管裡面去 那吞口水 另外叫他吞口水 還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他的那個 Gag Reflex 就不會那麼厲害 有些人那個 反射很厲害 稍微一點點 不舒服 他就咳得很厲害 呕吐得很厲害 所以你叫他吞口水 另外可以分散他的注意力 因為他注意 他就注意力 就注意到他說 要吞口水 吞口水這樣子 一般你要趁他吞口水 這個 猴頭這邊有那種 吞口水下去的動作的時候 那一刹那 就給他按 按進去 大概都會成功 吞口水是一個訣竅啦 書上大概不會寫 書上 書上會教你說 在他那個兩次呼吸之間 反正就是沒有呼吸的時候 因為他只要不呼吸 他呼吸的時候 Mocal Coal會打開嘛 Epiglottis那個也會打開 你就比較容易 miss到氣管去嘛 那怎樣選擇在呼吸之間 那很難啊 所以我們事實上 臨床自己的經驗就是說 你叫他吞口水 這一招蠻好的 當然你NG上面要 潤滑好啦 然後呢 那有一個水啦 但是 我會講不出來 你按幾次你就知道了 那個一個水這樣下去 然後呢 吞口水 叫他吞口水的時候進去 然後 看看有沒有在嘴巴啦 一般比較容易常跑到 就是 欸 進去了 他要咬一下 再把他吐出來在嘴巴 或是呢 跑到氣管裡面去了 第二個的話就是說 所以你做完以後 要用空針 空針打氣進去 大概打10cc之類 10cc到5cc 打進去看看 如果一般在胃部 應該可以聽到那種 空氣打到空腔 咕嚕咕嚕咕嚕那種聲音 或是說你把它先回抽 回抽如果有食物的話 那應該也是在胃裡面 大概不會抽 氣管裡面絕對不會有食物 所以 你要先確定啦 事實上NG按錯 造成 按道氣管去 還蠻多件的 那如果你沒有察覺 你就開始給它灌死 那就完蛋了 那造成Experation pneumonia 我們以前也見過 那一種 吃安眠藥了 吃安眠藥要洗胃的 然後他 灌NG按到 Airway裡面去了 所以他把那些Choco 全部都灌到 廢餅裡面去 那死得很慘 那真的會死得很慘 所以一定要確定 它不是在氣管裡面 那比較罕見的 我們也見過啦 比較罕見的就是說 NG按到頭部裡面去了 一般的話 一般的話 就是那種頭顱外傷的 車禍進來的 頭顱有外傷的 或是 眼睛花磷石這邊的話 Scar Scar 有Fletcher的 這時候呢 我們見過一個 我們見過一個 按按按按按 方向跑錯了 往上 因為你這邊如果 Fletcher以後 就有空洞了 它你可以從 那一手跑到鼻腔 可以跑到腦部 沒有錯 結果 一灌進去 就灌到腦部去了 Blend Access 那當然是死掉了 那不用講 所以 它事實上 我給你的資料裡面也有寫 它是說 你事實上可以看到那一段 你確定那一段已經到歐羅法林詞了 再按下去 這樣就不會跑到上面去 如果非按不可的話 要不然的話你按的話要特別小心 這個是實際的例子 也是一個實習醫師 不過那病人condition本來就很差是沒錯 因為已經撞到那樣子 不過他還是會很難過 MG按到腦部去 他還做CT還有看到 所以不管怎樣 這個本來就是會發生的 書上都 我給你的書上都會寫 所以還是要小心這一點這樣子 那按到氣管去的 我們也有 特別是你如果到GI去的話 真的沒看過 現在EV一定那麼少嗎 SV tube就是很像NG 但是它有兩個Bloom 它有一個GaseyBloom 有一個AspagusBloom 它按進去以後 然後它會把那個GaseyBloom打 撐開 這樣去壓迫它 壓縮Cardialysis 然後呢會把SV 也撐開 去壓迫EV 讓EV不一定止掉 想起來吧 有吧 不會吧 所以我們也有見過 那種就是按SV tube 因為這種病人 我跟你講 通常都很躁動 通常都EV不一定 大概看血時 都Hipatitis 很多 在這種很躁動的病人 它不會跟你合作 不會跟你合作 它當然不會聽你的話吞口水 所以這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你要看經驗 你看它在那裡 阿阿阿阿的時候 突然 有口水吞下去的時候 趕快蹭那個 你要看他喉嚨這邊 你要吞口水那種動作 趕快按進去 只能這樣子 那種不合作的病人 NG本來就很難按了 因為它不會跟你合作啊 你還給它噴的 你越難按 所以這種病人很容易 按到那個氣管去 那我們有那種按到氣管去 也沒有察覺 就把無論打開了 那無論打開 那血時無論打開這麼大 那你給它想想看 在你的氣管裡面撐開會怎樣 就破掉了 那種大概都會死掉 或是說 你沒有按到底 沒有按到底 就把無論打開 那就把死道撐破了 因為你死道頂多這麼大嘛 那血時無論這麼大 那個死道就會被你撐破了 所以 如果你很想走內科 到時候到GI去的時候 又很熱心 事實上英藤就會按到啦 你如果很想按 一定會有人換給你按SB2 那記得要放到底 確定在 一般的話 國外的話是建議說 按網要照S位 確定在位裡面 才能打開啦 那有時候我們這裡 都比較緊急了 那種EV reading都很厲害了 有時候根本來不及照 有時間的話 我想最好還是照一下 你要比較安全 那如果沒辦法 你要確定 你要確定它在胃裡面 才把它打開 要不然會死得很慘 所以 按NG大概 大概是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就是 按Foley 按Foley 我想大家 大家都會按得到啦 那 女生的Foley 我就不講啦 因為女生的Foley 其實都是護士小姐按的 那 除非你很有興趣要走護廠科 像我以前在護廠科 我是沒有興趣走護廠科啦 不過 那個住院醫師也叫我按這樣 不過你按就要給人家看好 男生 尤其男生很純潔的男生的話 你那個 不要按錯地方了 按錯地方 要陪人家一輩子的幸福 因為 女生那個地方有三個那個開口嘛 只有一個開口是尿道 另外三 另外兩個當然就不是 那如果不知道要問一下 不要 冒冒是不是就 按進去 那 我這裡講男生啦 因為女生的話 大概很少有機會 你會按得到 除非你到護廠科去 然後再開刀房 開刀房裡面沒有人看到 所以 他會換給醫師 intern去做 要不然你一般在病房 還是不會 還是都會讓護士小姐去按女生的佛理 那我自己講男生的佛理 男生的佛理 大概男女intern都會去按 女intern比較吃虧一點 也是要按那些 蠻年的那些 那 按的時候 他有幾個步驟啦 上面有寫 不過我簡單二要講一下的話 他是說 用你不是主要的那一隻手 比如說我是右手的 我就用左手 那你當然在按之前的話 要先消毒好 那消毒的話就是說 他說如果有包皮的話 要把它包皮往後拉 要不然的話 在你按的過程 會在那邊阻礙你 因為它一下子跑上來 一下子跑上來 然後 還要蓋上動筋 我們一般現在的動筋 它有兩種啦 一種是可氣式的 那一種是布的 大概都一樣 你那個裡面 大概都是無菌包裡面的 所以你大概要戴無菌手套 然後把動筋鋪上去 鋪上去以後呢 一般是用你比較熟悉的那一隻手 拿著那一隻佛理 那佛理上面要塗Jerry 那我一般的話是建議 你把Jerry倒在沙布裡面 這樣去塗 要不然的話 會發生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些人的話 他就是把Jerry倒在手上 然後呢 在手上 潤濕那隻管子 那這樣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這時候你這一隻手 會很滑 到時候你再去 要固定它的 Genital organ的時候 很難固定 因為很滑 滑來滑去 很難固定 所以 所以一般我是建議 你把那個Jerry 倒在那個 那個書上不會寫 因為這個是你自己 做過好幾次以後 你才會覺得 這樣做會比較好 倒在沙布裡面 然後 在沙布上面潤滑 要潤滑好一點 因為那邊 定腕是很敏感的 雖然你按到的 都是老男人 比較多 不過偶爾也會 按到年輕的 對不對 那所以的話 就是說 潤濕完以後呢 它上面有寫啦 60度到90度 隨便你啦 但是要注意的話 就是 有幾個Contra Indication Contra Indication 就是說 前列腺發炎的 這種病人 真的就不要按 因為這種病人 前列腺發炎的時候 他的那個Postate 一定很 腫得很厲害 你一定過不去 過不去 你就要走 那個會 或是甚至 造成Inversion更厲害 有時候會甚至 穿孔 那 第二個的話 就是說 特別是老男人 BPH的機率 蠻多的 我們比較 難按 難按的話 就是BPH的病人 那種前列腺回答 你怎麼知道 他有沒有不知道 所以你要 有些會跟你講 有些他自己也不知道 你要按進去以後才知道 那 重點的話就是說 你如果按不進去 或是說他真的BPH的 你要按不進去 不要硬按 因為那 我們 會發現說 按 勉強把它擠到 一般的話 是建議說 你要按到底 就是 把整個 那個Foley都 按到 沒有了 確定 他這樣在裡面 為什麼 跟剛剛一樣 你Foley按完以後 會打 打水 到一個Bloom裡面去 這樣他才能固定 你知道嗎 在那個Foley的前端 有一個那個氣球 那 氣球是 你Foley進到膀胱裡面 我們才把那個氣球打開 才讓它撐開 這樣才能固定 要不然的話 你按進去以後 等一下他就又跑出來了 所以Foley前面有一個氣球 會把它卡住 不會讓它出來 但是呢 如果你還沒有進到膀胱 就把那個Foley 把那個氣球打開呢 就跟剛剛 發生的情況一樣 你的尿道 尿道其實小小的而已 那個氣球大概這麼大 那個尿道會被你撐破 撐破不是啦 那個大概不會破 會ヒマチュリ 那厲害的時候 會造成ファイボシス 會造成纖維化 那影響他一生的幸福 所以 注意 那個要放到底一樣 當然它跟NG不一樣 你沒辦法說 打氣聽聽聽 膀胱有沒有氣 不是啦 沒有辦法這樣 沒辦法這樣確定 大概 你看看有沒有尿出來 所以按到底 那有時候會發生 就是說BPH的病人 你事實上 它就卡在Posted那邊 但是你 就是不死心 你應用很大的力氣 把診斷都壓進去 事實上呢 它還是沒有進去 但是你會發生在Skorten那邊 它就有很多像蟲這樣 曲曲折折 因為都擠在 都擠在那邊 如果你發現這種情感 表示說還是沒進去 你這時候 不要把無論打起來 這樣會產生complication 其實呢 如果你真的碰到很難的case 你也不用不好意思 你要跟住院醫師講 搞不好住院醫師自己 按不進去 一般這個通常要密尿科來 他們會用Guy進去按 甚至呢 就不按了 從那個Blade上面 Superpubic 做一個那個Systotomy 這樣暫時relief它的那個Postedium 它上面Postedium裡面 有提到 Superpubic的那個Systotomy 那個我不會講 因為我們內科不會做到 Intern根本不會讓你做這種事情 所以它有類 但是我不會講 小兒科會做啦 但是小兒科也不會換給Intern做啦 你自己想想看 你的小孩子 你願意讓一個Intern 在他的Blade上面 扎一個洞嗎 我想不會吧 這個都是住院醫師的工作 而且有時候是比較資深的 所以大概 那個Intern做不到 所以我不會講 我大概只有 只有跟你們講Unfully Unfully大概是這樣子 就是說 比較勉強啦 真的進不去 你就跟住院醫師講說 真的進不去 那他不相信他自己來 他在按 他如果按了進去 他是當然的嘛 因為他是住院醫師嘛 那他如果按不進去 那就表示你對了嘛 那你就照回密尿科 就是不要硬做啦 剛剛 剛開始 要跟各位講的 就是說去幫助病人 沒辦法的時候 不要去傷害他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可能就是可能Intern的時候 其實我們後來的話 根本對Unlock 一點興趣都沒有 我們可能比較有興趣的 Intern的時候啦 住院醫師也很討厭的 就是按CVP啦 可能有些人會要藥醫師 也喜歡按CVP 那按CVP的方法上面有寫 那大概的話 重點的話 你就是要找到這邊有一個三角啦 那你事實上摸摸病人 你讓他躺著 然後頭 要平躺喔 姿勢喔 事實上做任何Pasito 姿勢都是很重要的 姿勢要先擺對了才好做 這個病人要讓他平躺 然後這邊最好墊的那個東西 讓他頭稍微往後仰 這時候呢 你給他注意看 這邊呢 會有一個三角形 就是Sternal Credo Mastory Muscle 跟下面這個Scanal Muscle 它們會圍成一個三角形 每個人回去看 應該都看得到 然後呢 你如果第一次啦 沒經驗 我建議你用麥克筆 把那個三角形畫起來 因為有時候 你這樣看很清楚 等你消完毒 把那個Iodine塗上去以後 整個就不見了 不是不見了 是你就看不清楚了 或是說你再把動筋蓋上去 那你就更看不清楚了 我建議你第一次的時候 那個無所謂啦 反正等一下你真的按完 以後用酒精把它插起來就好了 用麥克筆 把那個三角形畫起來 然後如果你姿勢 然後那個頭側向一邊 姿勢擺得不錯的話 通常很好按 就是在三角形的頂點 你可以摸到Path 當然你不要從Path那邊按進去 我們是要按Jew Girl Man 不是要按RT 一般的話是CVP 一般Nake的CVP 是在外側 是在你摸到Path 它的動脈跟肌脈走向是平行的 然後在動脈你摸到Path的往外 大概0.5到1公分 你順那個走向 你可以摸到Path的走向嗎 你順那個走向 然後一般是從那個三角形的頂點這樣子 然後順那個走向按進去 一般都會成功 即使有時候我們Path 已經很微弱的病人 這樣按都會成功 甚至有些的話沒有Path 來的時候已經shock了 摸不到Path 你直接從那個三角形的頂點 按進去都會成功 你看到急診室的春天嗎 急診室的春天那個Path 就跟我們按CVP一樣 連品牌都一樣 它跟我們用的一樣都是屬於M 所以一般的話是這樣 書上會叫你說看Nipple 就是說那個針的方向 對準它你要按的那一側的Nipple 這樣按進去 不過我不建議 因為我臨床上事實上沒有一次 剛開始真的笨笨的去找Nipple 那個很難 因為你動筋已經蓋上去了 你已經戴上無盡手套了 你怎麼再去換它的衣服 那你說一開始就把它換好 那也很難 因為動筋蓋上去會看不到 第二個如果是女生 那個根本不準 女生的Nipple 尤其年紀大會隨地吸引力要改變 所以我不建議你去找它的Nipple 你事實上的話 你只要跟動脈的Path 平行的方向按進去都會成功 那重點的話就是說 通常的話就是會在那個成功的時候得意忘形 就忘了把該外拔出來了 大概每年都會發生一兩次 真的都會把該外留在裡面 通常都是那種 按上去又終於按上去好高興喔 那就很得意 尤其在 如果有人在旁邊又讚揚你的話 你就更忘了把該外拔出來了 該外要拔出來 要不然會很慘喔 那個該外有時候會順著血流一直流 如果流到Hot就會產生Aesmia 甚至造成Rocchio 那要拿出來有時候要照回CVS 或是用晃色科 用那個Philoscope把它夾出來 反正 如果真的萬一發生了啦 或是說不管你在做什麼Pathio 萬一出了事情 請那個不要怕被罵 你一定要勇敢的承認 趕快去找人來幫忙 你不要掩蓋事實 只會讓這個問題發展到最後不可說實 每個人每年都會有出過這種事情 所以你也絕對不會是第一個 萬一你很不幸發生Complication的時候 記得不要不好意思 你就跟人家講沒關係 我們大概都會很愛護你們 不會傷害你這樣 因為已經知道你很難過了 所以 而且你也不是第一個啦 每年都有 真的每年都有 統計起來大概每年有一個 不知道每年是哪一個就對了 所以 記得該外一定要拿出來 不管你是OnFemoline 或是OnCVP 那差別的話是 50分鐘嘛 所以我大概還有幾分鐘嘛 另外的話就是 如果是OnFemoline的話 剛好跟CVP是相反 Femoline的話 它的那個靜脈的走向 是在動脈的內側 所以 方法一樣 摸到Path以後 一般是這一條line 這裡有一個勾 我們大腿跟那個腹腔的話 剛好這裡有一個凹下去的勾 一般是沿著這個勾你摸下去 摸到Path的地方 往內 0.5到1公分 平行按進去 大概都會按得到 有時候我們不讓你的按 都按得到 如果你有機會的話 按之前 再看一下講義 因為我現在講 你大概到時候 真的要按你也忘記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 slide好了 那個 後面幫一下 後面這些slide 除了幾張以外 其他都是 就是不幸發生complication 那給各位看就是說 真的會發生 就像你騎機車 真的會 真的有人會發生車禍 所以要戴安全帽一樣 事先跟各位講 所以記得那個 先保護自己 但是也要記得 還要保護病人 那這個就是 剛剛說 uncast A的話 它是 它事實上就是外面 有一個塑膠橋 然後裡面的話 是一個needle這樣子 然後呢 你找到血管以後呢 這個講起來很簡單 你要不要紮進去就好了 紮進去以後呢 會回血 回血的話呢 回血會在這邊 那個血喔 會到這邊 你如果到病房去喔 實際看一隻cast就知道 血喔 這個還沒有抽啦 還沒有抽出來之前 這個是它已經把它抽出來了 開始抽出來 事實上我們是看到回血才會抽啦 它會血會這樣 那這裡會看到血冒上來 冒上來 就表示你紮到血管了 紮到血管以後呢 紮上位的時候你把它頂起來 大概不見得啦 然後呢 你就可以 這邊固定住 然後把這個外翹喔 推進去 推進去就這樣子 那推到盡 推到盡頭呢 你當然needle就可以移掉了 那這時候記得喔 手喔 這邊要手壓著 手如果不壓著喔 你這個 needle拔掉 血就冒出來了 血冒出來 你會流的到處都是 你會心慌啊 病人 你會發現什麼事情 所以 這邊要壓著啦 因為你要把那個lock 懸上去嘛 它還有一個lock 你要把lock 懸上去 所以你這邊喔 要 手指頭 啤酒壓上去 讓它血不會出來 然後呢 另一手呢 拿lock 把它懸起來 那這樣的話 你如果不是這樣 你縮起來了 才去找lock 這個血就一直冒出來了 然後 最後呢 就留在這裡 卡式就在裡面了 然後用opi sign 貼起來 講起來就是很簡單 其實也蠻簡單的啦 只是第一次喔 你會 比較難 所以第一次不要找那種高難度的去try 第一次喔 請他找一個那種血管比較粗的 比較年輕的喔 這樣 不要第一次就挫折感很大這樣子 下一張 這是pambula gas 它是瘦60度啦 我就覺得角度不是問題啦 只要扎得到就對了 然後是在lady artery這個地方 然後呢 一般的話 它是 我們自己的感覺 是兩邊摸啦 你看他手指頭 兩邊摸得到pass以後 然後從中間這樣砸下去 砸下去以後 一般這個 因為是動脈 壓力很大 自己血就會冒出來 冒上來 pambula gas 那一隻大概一粒 一粒粒大概就夠了 做ambula gas 一粒粒就夠了 你不用給它湊一大堆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好 下一張 這是on foley啦 你看他這是左手嘛 左手 我們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 比較熟悉嘛 左手把他抓住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不好意思 就是用紗布給他包起來 又再抓住 有些人會很敏感 尤其女音疼去幫他做的話 他會 他會很 不由自主的 你就很難按 他會突然變90度這樣子 然後這邊的話呢 就這樣按進去 講起來也是很簡單 下一張 下一張 這是on cvp啦 你可以找到這個三角形 這就是那個 sternocritus muscle 它有兩個頭嘛 就過成這兩個頭 然後呢 下面這條肌肉 你找到這個三角形 大概都按不到 位置最重要啦 因為你用mall pass的 有些叫你mall pass 再去按喔 有時候會錯 因為這邊有不只只有這條 阿錘還有另外一條 比較細的阿錘 你如果是摸到另外一條 你會按不到 怎麼按都按不到 所以你位置要先找到 這個三角形一定要找到 在這個三角形裡面的這條阿錘 所以旁邊那條便才是真的 好 下一張 這個喔 這個就是sb tube啦 這個是EVB一定的病耶 sb tube 按到氣管裡面去了 就airway 然後呢 它也沒有沒有注意到呢 就把g3 balloon 你看g3 balloon這麼大 就把g3 balloon打起來了 病人就expire了 所以注意 按恩機也一樣啊 按恩機按到氣管裡 把那個什麼muc啦 chaco啦 什麼啦 灌灌灌灌 就完蛋了 下一張 這一張我看看是什麼 這一張是按的cpp 它位置跑錯了 位置跑到上面來了 而且呢 還把那個 阿錘弄破了 Ruture了 造成hemosolas 變成hemosolas 那它沒有死 然後來下一周 後來引流出來就好了 沒有死啦 不過 也有這個complication Numosolas 然後是hemosolas 事實上都是complication 所以 一般的話 按完cpp的話 要照一張s-ray 看看有沒有numosolas 下一張 這一張呢 這個也是 這是double lumen 洗腎的double lumen 事實上跟cpp一樣 只是比較粗這樣子 那它產生什麼complication 下一張 它造成pericardia effusion 裡面都是血 裡面都是血 造成hemospericardia 整個都是血 這樣子 下一張 這一張換緩了 它本來 它不是detrocardia 不過換緩了 沒有關係 這一張的話 是numosolas 這一張是numosolas 好 下一張 這一張呢 這一張就是那個 按完以後很高興 蓋外 幫我拿出來 你看它蓋外 跑到這邊 它不是從這邊按的 它是從下面femoline按的 它是按femoline 右邊的femoline 按完以後呢 太高興了 就很得意的走開了 然後呢 蓋外 就在裡面 順著血液 流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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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 回眸來該外要爬上去了 爬到這邊來 所以這個就麻煩了 要把它夾出來 下一張 好 沒有了 有沒有什麼問題 10點47差不多 剛好剩50分鐘給各位練習 互相抽血 我們就是一開始 你要抽血的話 你一定要先找好你的 你要抽哪一條 那選擇的話一般就是 要選擇比較粗比較直的 那個靜脈 那我們在綁Tonic的話 一般是拿好Tonic 這樣子轉過來 再轉過來 拉一點好 那請病人手握起來 手握起來的時候他血管就會跑出來了 那開始我們就要 消毒了 一開始就是 我們單位有的是酒精棉片 有的是酒精棉球 那就是看單位用的是什麼 那酒精棉片這個水 要先把它弄乾一點 那再來第一個 就是要消毒 消毒的話 看好你要抽哪一條 比如說好我們抽這一條 你看 如果說他的血管很有彈性 你可以觸摸一下 他這個都很有彈性 表示這一種的血管一定是很飽滿 一定可以抽得到 你要抽這一條 我覺得抽這一條 好都可以 那你一定要先消毒 我們一般消毒是環狀消毒 對不對 那消毒完以後 讓它乾 乾了以後才可以 才有消毒作用 才可以抽 OK 那這時候我們就先準備 那個空針 空針這邊 把它這個頭拿起來 這個 這個先轉一下 因為有時候這個會鬆脫 先轉一下把它鎖緊 因為這個是螺旋式的 那空針打開以後 空針打開以後 這個針頭的 針頭的面 斜面 它針頭有個斜面 有沒有 有嗎 有一個斜面要朝上 那一般手就是握在這個 頭的這邊 好 那就是這樣子 這樣斜面朝上 就這樣握著 那一般角度 角度的話是 15到30度 那你可以如果說 它的血管不太好抽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如果有彈線的話 直接就是扒一下 你手握起來 好 發一下 你就是 要抽了 好 15度 好 你有看到回血 有沒有 有回血 表示是在血管裡面 你不要伸得很進去 那你就是 固定 手固定在這裡 那另外一隻手 就是回 回抽 有沒有 你另外一隻手 就拉著這個 真心 把它回抽 回來 看你要抽幾CC 就抽幾CC 那你這一隻手 一定 這兩隻就是來固定作用的 就是要握住 你不要在那邊動動動動 那動 等於是 病人會痛 所以就是 你要把它 就是往後好 看你要抽多少 好 好 好 那再來就是 這個可以 抽完以後 這個Tonic就可以 把它鬆脫了以後 鬆脫以後 這個把它壓著 直接拉出來 這樣子就可以 那這個不能揉 抽血不能揉 就是把它手壓著 沒流血就可以了 那手可以把它請它 這樣彎起來 就可以了 你們不要回套 就是 這個針頭 就是直接把它 丟到這個鋼杯裡面 好 就是你把血 打完以後 就直接把它丟到 那個鋼杯裡面 好 不然避免它 就是你們回套的時候 扎到了 OK